Hello, 大家好 剛剛上星期去了台中拍攝 所以現在才出到影片 遲些再跟你們分享台中自由行的資訊攻略 講回九州自由行 今集會跟大家分享 在福岡長期玩一日或兩日一夜的行程 會講一下交通、景點路線的安排 以及有什麼必食名物 事不宜遲, Let's go! 如果你們都喜歡收看旅遊飲食、生活資訊 以及產品開箱影片的話 請訂閱我Andy 遊樂園的頻道 和按小鈴鐺 全部都很努力做的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由福岡去長期 用北九州鐵路Pass就已經可以了 在第一集我都有介紹九州Pass的種類 想知道多些可以看一條影片 大家去博多站坐特急列車去到武雄溫泉站 到站之後就走過隔離月台 轉乘海歐號就到 車程總共過半小時左右 海歐號其實都是疫情後才正式運行 我記得之前在博多去長期 點快要坐兩三個小時才到 只是交通都用了大半天 所以一日遊其實玩不到些什麼 現在多了這條線 一日遊都叫做可以去到多些地方 列車內部都很新正 椅子都用了黃色做配搭,很sharp 來到長期之後 建議大家先去冬後的觀光案內鎖 買電車Pass 因為很多景點都可以坐電車去到 現在就來講一下行程安排 這次我們玩了兩天 schedule大概是這樣 上午先去平和公園和圓爆資料館 接著在附近就找了一間地道小店 吃炸魚和刺身 接著搭電車去到牟里丁站落 附近有個Coco Walk Shopping Mall 之後就可以再搭電車去到寶丁站落 就走過去杜佐山那邊看夜景了 第二天我們就去了大埔天主堂和哥拉巴園 那邊就比較熱鬧和多點東西吃多點東西走 之後午餐時間我們就去吃茶碗蒸 在茶碗蒸附近那邊都有一個景點 就是眼鏡橋 接著玩到四點多我們就坐車 大概六點就回到博多 至於一日遊的行程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要留意的 第一樣就建議大家八點左右博多出發 大概十點就去到長期 第二在行程上面 景點可能只可以二選一 而想吃茶碗蒸的話就要留意營業時間 因為它上半場就開到兩點半 然後下午要到五點半才開 而夜景大概五點多左右就已經預備出發 所以就會撞了 和夜景如果星期六日去看都會很多人 要預留一點時間搭纜車下來 現在就來講講每個checkpoint的交通 和一些資訊 第一站我們先去看日本二戰被投放核彈的地方 平和公園和原爆資料管 在長期那邊坐電車1號或3號線過去 下車之後就向右手邊方向走 過對面馬路就到 平和公園是為了悼念1945年8月9號發生的原爆事件而建的 公園是為於當年爆炸中心點附近的山上 上到來就會見到一個噴水池 平和之泉 它的建立是為了被當時爆炸後 嚴重缺水而死的人去祈求安寧 黑色石碑上面都刻住了當時一位少女日記的內容 走過少少就會見到這個長期之鐘 是為了紀念當地軍方工廠的工人而建立 在公園中心位置會見到平和紀念像 雕像上面的兄閉雙眼是為著原爆犧牲者祈福 指著天的右手就是象徵著原子彈的威脅 左手伸平就是象徵著提醒要世界和平 平和紀念像的兩邊就說立了千紫殼之塔 很多人來到都會把紫殼放在這裡 在公園的後面一直走過去就是蒲上天主堂 這座教堂其實在原爆的時候已經被摧毀 後來又再重建 其實長期是當時日本天主教徒數量比例最高的城市 而這個教堂也是當時日本天主教發展重要的據點 這裡也保留了很多當時原爆後的遺跡 在蒲上天主堂的旁邊 我們又試了這間在當地人評價不錯的小店吃lunch 餐廳主是吃炸魚和海鮮湯和刺身的 湯是送的,每人一杯 淡淡的魚湯鮮味喝下去挺舒服的 炸魚有兩塊,份量都算OK 炸得乾身都不算油膩 魚肉吃下去都不覺得有點粗 挺好吃 而刺身就一般,正常水準 整體來說都吃得過 原廚餐廳右手邊一路走過去 大概走十分鐘 就會去參觀原爆資料館 長期市被投下了原子彈之後 累計造成差不多十五萬人的死亡 資料館介紹了核爆時的慘狀 原子彈投落的經過 和干預核武器開發的歷史 落到最底層就是展館入口和售票處 沿途會見到年份一直時光倒流 終於回到1945年了 資料館裏面都展出了很多當時的遺物 好像這個時鐘一樣 時間就停留在當日原爆的時間 這裡也重現了蒲上天主堂 當時遭遇原爆後的情況 展館也還原了原子彈實際體積 在爆後的當地人文情況 這裡也有一一記錄 這是變曬型的瓶 很難想像到 如果我們人體受到熱輻射傷害 的痛苦會是怎樣 在資料館走出來 沿著指示牌走下去 就可以去到當時原爆的中心地 總括來說 如果只是以一個旅遊景點來看 這裡可能會覺得不太吸引 但是戰爭從來都不是地球上 每一個人都可以避免 用半天的時間來這裡 去了解多些原爆和戰爭對人類的傷害 都是一個很值得的事 也提醒自己世界和平 不是就這樣合上雙手就求到的東西 是全人類都要努力堅持的成果 揮別完爆的歷史 我們下一站就坐電車去Shopping Mall 行下和休息鎮 在平和公園可以坐電車在茂里丁站落 那邊有一個大型的shopping mall COCO WALK 可以在這裡休息、吃飯、逛陣 再出發去看夜景 在資訊欄我都放了介紹過的食店和每個地方的位置 大家慢慢看吧 現在就來講一下去看夜景的路線 其實在電車站走過去都有點遠 而且有些位置都容易走錯 大家要留意 首先坐電車來到寶丁站 下車之後就上天橋的右手邊 下了橋之後就一直直走 走到盡頭就會見到一個大的十字路口 轉左就可以了 不用過馬路 然後沿著直路走過去 走到最前面過馬路會見到一條河 然後一直直走 然後轉右手邊過馬路就會見到一個指示牌 一路向前走就可以了 其實由電車站走到目的地 大概都要走四五個字左右 終於來到搭纜車的地方 如斜路走上去會見到神社 藍車站在神社裏 這裏都有介紹上山之後 可以看到整個長期市的風景 藍車的車費來回大人是1250日圓 小朋友是620日圓 大概一轉可以再十多人上去 好快啊 大約坐五分鐘就到了 上來之後就向著指望台方向走過去 在指望台對外面的平地 看上去已經很漂亮了 嘩 真的很漂亮 現在可以上去這個塔再看 看日落就是反而在後面 如果大家想看日落和夜景的話 最好五點半前上到來 在圓形的指望台上面 可以走一圈跳望360度的風景 而天黑之後 大家都會集中看長期廣方向那邊的夜景 要是一圈跳望大看來的 富裕之一 遊帳的嗎 等下人去買家 如果有遊帳和家參加 記得預留回程時間 看完夜景 坐艦車回來之後 我們就坐的士回到長期站 車費大約40日圈 長期的夜晚 舖和餐廳都很早就關門了 只有車站附近有一條食街 大約可以到9點半左右 如果太晚下來便利店的食物可能是唯一的選擇 來到第二天的行程 我們就出發去大蒲天主堂和哥拉巴園 可以先在長崎電車站坐1號線 到新地中華街站下車 之後轉5號線往石橋的方向 坐到大蒲天主堂這個站 下車之後轉左方向走就到了 進去景點之前會先經過商店街 我們大概10點左右過來 很多店鋪都開了 在岩旗館店吃了一個國主做早餐 感覺和肉夾網有點像 但它的口感比較柔軟 走進去就可以試一下人氣甜品 南山手布丁 它都有很多款味道 我們叫了它們的人氣No.1和原味 它是以大蒲天主堂的彩繪玻璃做主題 上面那一層是果凍來的 口感好彈 連同濃郁蛋味的布丁一起吃 好好味 商店街以小食和手信店為主 亦都很熱鬧 接著又來到大蒲天主堂 它開放時間是早上8點半至晚上6點 入場費大人就是1000日圓 小朋友就是300日圓 大蒲天主堂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建築物 裡面都保留了很多不同的雕像 記錄了當時很多傳教士的事跡 走到最上面就是一座歌德式教堂 教堂旁邊是天主教博物館 主要展出了日本政府對天主教實施禁教令時期 26位殉道士的傳教士職 整體來說 大蒲天主堂的地方不算太大 而且也不是很多東西看 以1000日圓的入場費來說 對比其他景點就貴了些 而旁邊的哥拉巴園 我就覺得值得進去參觀 哥拉巴園是長期一個充滿西洋風情的景點 他亦在1966年被列入了日本重要文化財產 這裡是以前蘇格蘭貿易商人 湯姆斯哥拉巴的豪宅 入場費大人就是620日圓 小朋友就是180日圓 他的入場券是以紙幣做設計 印住了哥拉巴的樣子 哥拉巴園是位於山上 沿途都有扶手電梯一路上去 旁邊已經看到長期市區的風景 上到來會先見到30第二船路宿舍舊子 他是船要維修的時候 就給船員休息的地方 現在裡面就放了當時的文物 裡面還有西洋服可以租借 上到來二樓就是哥拉巴園最高的地方 可以看到整個庭園和長期港的風景 外面還有一個池塘可以給小朋友餵下雨 走下去就會見到舊林格住宅 裡面也展示了當時起居生活的家居用品 走到哥拉巴園正中間的位置 就是哥拉巴住宅 這裡保留了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木造西式建築 離開哥拉巴園之前 這裡還有一個長期傳統藝能館可以參觀 裡面展示了長期祭典各式各樣船隻造型的花車 還有很精緻的武龍 總括來說 我覺得商店街和哥拉巴園都是值得來的地方 反而大蒲天主堂就一般般 大家可以忍著時間行程去安排 下午我們就去市區那邊吃長期名物茶碗蒸 來到觀光通電車站 下車走過對面直進去這條商店街 一路直走轉右就到 就是這間吉宗本店 它開業到現在已經有超過150年歷史 好像是日本第一間賣茶碗蒸的店 記得留意它的營業時間 坐下之後店員就會送上煎茶和抹手巾 之後用Tabler去下order 它都有中文menu 叫了一個招牌吉宗定食和天婦羅定食 兩款定食的前菜都是一樣的 羊羹不會太甜 肉脂燒的蛋味都算濃 它加了一些冬菇和菜粒 口感挺豐富 士多給你就正常 沒什麼特別 湯是味噌湯來的 我就覺得味道濃了一點 主食方面它的各煮都燜得挺軟 而套餐的三式飯 蛋絲、細魚鬆和大魚鬆的份量都很多 吃到你飽 來到主角茶碗蒸 它的味道其實很好吃 入口即溶 而且都沒什麼見到氣泡 但它跟香港吃的茶碗蒸很不同 可能因為入口即溶的關係 所以就不覺得有什麼口感 而且它的湯多了一點 吃的時候好像喝湯一樣 天婦羅就正常水準 沒什麼特別 我覺得可以不用試 Anyway 這間我就覺得不需要Encore 但如果第一次去吃 我都覺得值得試一下 試一下 在茶碗蒸的店舖附近 就有另一個打卡景點可以去看看 就是眼鏡橋 長期的眼鏡橋 是日本第一座拱形石橋 它是1634年建造的 就是歷史悠久 橋的兩個半月形 在湖面反射的影像 就像一副眼鏡一樣 它兩邊有很多石頭組織 其中有一塊深型的石 據聞如果你找到這塊石頭 和它許願的話 你的戀愛運就會增強 女學生思思文文等你很久了 眼鏡橋過去 曾經作為航運用途 是被雪姐通過的 現在就已經成為了日本文化遺產之一 如果過去來 都值得來打個卡 一次過介紹了長期這麼多的景點 不知道大家對誰有興趣呢 大家會想過來一日還是兩日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都知道你們的看法 下一集結局編 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地人最愛的商店街 還有介紹這間 有90年歷史的仇氣燒給你們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鈴鐺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和IG 我下一條影片一出 你們就會成為我最新收看的觀眾 好 今集來到這裡 多謝收看 下集見 拜拜 拜拜